我为了你好 我说你还不行吗 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好的 古训为人父母 妻不择是什么意思 这妻不择是作为父母的 在七个状态下 不能责备自己的这个孩子 第一个当众不择 也就是在很多人面前的时候 不要实际的来去说自己的孩子 那这样孩子的脸就挂不住了 第二个 溃毁不择 小孩子已经认错了 就不要再责备他了 第三是夜幕不择 也就是小孩子要睡觉之前 不能责备他 第四是饮食不择 小孩子在吃饭的时候不能说 第五个 欢愉的时候不择 小孩子很开心 你光光光光上了一责备 他的结果是 小孩子心里就会很受不了 第六一点是 卑忧不择 孩子已经委屈了 已经哭了 再责备的结果就是 委屈加委屈 小孩就会很难受 第七个方面是 疾病不择 这七个不择的意思都是 尽可能的减少孩子的这种 被责备而产生的一种 负向的心理 那么这个责备 不是我们说的简单说一两句 而是比较严重的 责打呀 责骂呀 甚至比较严厉的这种责备 那都是很危险的 就对孩子都很不好 但是老一辈 因为我父母的年纪越大一点 他们的爱的方式 其实就是责备 对 是这样 就老一辈父母 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想法 是我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我为了你好 我说你还不行吗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好的 就是你不管对他多好 你也要注意 孩子的一个心理的状态的一个发展 尽可能的减少这种责备的这种方式 其实我们要说这个欺负责 不仅仅是在对孩子 而更重要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领导对下属 你比如夫妻之间 也相互之间不能有这种欺责 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设计划 能讯上 请不吝点赞设计划